8點51分 繼續來看到是太陽花學運 提出了民間版的兩岸監督條例中 包括兩國論 也踩到了美國政府的地雷區 美國國防部長在大陸演說的時候表示 和台灣的關係是建立在 中美簽訂三個外交公報的基礎上 台灣學者解讀 美國以中美簽訂的外交公約來規範台灣 是要敲打偏向台北的學運